五二四反國會濫權抗議現場上萬群眾聚集 場邊打起帳篷被組水餅乾補充能量 不只如此台面上還有雨衣 衛生棉等用品 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 大家可能就是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就會有先預備著 預計是十二點 物資從各方流入 甚至有民眾準備十八盒蟹殼黃 志工分組一到兩人留守 機動組現場發送物資 諸子之外連小朋友都有去處 睡墊電扇帳篷擺在棚子下 媽媽在旁高聲呼喊 小朋友也能安心待在這 現場的物資非常充足 除了常見的飲料 乾糧之外 還有熟食包含水煎包包子等等的 以及最重要的是 他們準備的客家賢州 濟南教會熟食區 擺放民眾捐獻品 四百個便當 三箱保利龍箱水煎包 雞排甜甜圈 香蕉蘋果或西瓜 甚至還有手藥飲供應 教會志工也在場竹賢州 黑熟學院被妥四十幾箱口糧 讓來到立法院外的民眾填飽肚子 長期抗戰 三地氣溫成軍揭露配與台北 彩方報導 日常見的 勢 水煎